欢迎来到史人云频道,我是每天分享一个历史小故事的史语,明朝共传十二世,历经十六帝,总共二百七十六年,明朝十六位皇帝中,提起明朝的铁血皇帝,大家一般都会想到两个人,一个是开国皇帝朱元璋,另一个是发动靖南之役的朱棣,因为他们都是从战争年代过来的,所以对于战争的态度十分明确,这父子俩都是特别卓越的军事家,说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, 是明朝最能打敌皇帝,这点是没有任何疑问的,这两位鹰派皇帝更是给子孙留下祖血,天子守国门,君王司设计,朱棣之后,明朝的历代君王,基本都做到了这一点,但要说最强硬的君主,还要数名献宗朱建深,是明朝的第八位皇帝,同时也是历史上被费力次数最多的太子,但最终还是当上了皇帝,他的上位路程可算是一波三折了,朱建深在成化初年,经历了两间大战, 第一件是刘通和石龙在湖北发动了造反,在很短的时间内,就组织起了很多的大军,这时候朱建深马上派兵前去镇压,很短的时间内就镇压住了,刘通被处死,石龙逃往四川,第二件是大腾侠起义,这是发生在广西的民族起义,这次起义主要是瑶族的起义,当时算规模比较大的农民起义了, 这次朱建深也是成功的镇压下来了,朱建深不光在军事方面是一把好手,在解决内部矛盾的时候,也是很不错的,极为之初,朱建深立即恢复了穷王朱祁的地号,洗血了冤来,又多启用被流放的正直大臣,朝廷有振兴之风,朱建深是明英宗朱祁镇的儿子,医生也可以说是命徒多舛,他还未满两岁,就被父亲立为了太子, 同年明英宗不顾大臣反对,非要御驾亲征瓦剌,结果在太监王朕的瞎指挥下,明英宗成功在土木堡被俘,明英宗被俘后,于谦等人拥立朱建深的叔叔朱祁玉做了皇帝,朱祁玉登基后,尊朱祁镇为太上皇,改元景泰,瓦剌原本还想将朱祁镇扣下,向明朝索取巨额赎金,一看朱祁玉的架势,明显是不想要这位太上皇了,为了让明朝内部分裂,瓦剌又将朱祁镇给送了回家, 当时朱祁玉已经登基称帝,为了防止朱祁镇夺权,朱祁玉派人将朱祁镇锁在南宫的小屋里,日夜不得与外人接触,与此同时,朱祁玉还废除了朱建深的太子之位,改立自己的儿子朱建计为太子。 静泰八年,明代宗朱祁玉病毒,朱祁镇趁势发动夺门支扁,重新坐上了皇位,朱祁镇复位后,重新立自己的儿子朱建深为太子,也开始勤政为民,做了一些好事,但后来,朱祁镇因为重新一些参与夺门支扁的功臣,将朝廷搞得乌烟瘴气,还冤杀了忠臣于谦,朱祁镇去世后,朱建深继位,改元成化,朱建深比他老弟要优秀得多,一上位就割除毕正,朱杀奸血, 为于谦恢复了名誉,后来广西,四川等地发生叛乱,朱建深立刻命令照复,韩勇等大将率军平叛,并安排当地进行改土归流。 成化三年九月,鉴于建州女真屡屡屡扣边扰民,朱建深决定将他们连根拔起,当时朱建深下达的命令是,捣其巢血,掘其种类,可图者图之,所以史学界将这一历史事件称为成化黎庭,黎庭则是形容这次战况的惨烈, 就像整个土地被离过一样彻底。 这场明朝宪宗朱建深发起的战争中,清朝祖先建州女真差点被灭族,明朝称此战为黎庭扫学,因为始发丁汉宁,故又称成化丁汉之意。 建州女真是灭亡北宋的金人后裔,他们居住在中国东北一带,建州女真是女真祖宗,紧挨住明朝边境的部族, 也是文明程度最高的一部,已经进入了农耕社会,虽然北边还有海溪女真,也认女真等女真不落,但是却比建州女真弱了不少。 明朝在朱棣的时候,就征服了东北一带,设立建州卫管辖,并且任用女真人来管理,后来又采用分而置之的办法,分出来了建州右卫和建州左卫, 与原来的建州卫并称建州三位,土木堡事变后明朝国立衰落,建州卫首领里满住联合建州三位,反叛明朝,开始不断的骚扰入侵辽东地区。 当然,女真人不断的侵略明朝边境,很大程度上也跟明朝僵化的朝贡贸易制度有关,少数民族部落每年来朝贡的次数,每次来人的数量,货物数量都有限制, 既然明朝堵住了通过他们贸易赚钱的路子,人家就只能动手抢,但是,女真人不讲信用,之前明朝也给过不少优惠政策, 但真的到了有机会抢钱粮的时候,他们又会忍不住干一票,抢完之后又跟明朝盗窃,简直是反复无常的无赖了。 对于如何解决这群女真人,当时朝廷内部主要分为两派,主战派认为女真人不服管教,应该好好教训教训, 主府派认为女真叛乱都激出来的,应该给予更多优惠,这样他们就不闹了,两派观点都各有道理, 后来汪直到辽东调查一番后,很快就成为了坚定的主战派,弹劾主府派马文胜,马文胜倒也没什么过错, 一个主战一个主府而已,但朱剑申见了汪直的奏章,立即把马文胜下语论罪,可见朱剑申本人也是骨子里的铁杆鹰派。 成化三年,朱剑申下令发动对剑州女真的战争,下达的命令是,倒其朝旬,掘起种类,掘起种类四个字, 基本就算是种族屠杀令了。当时朱剑申集结明朝五万大军, 以总兵官赵府挂境禄将军认为总指挥,以左斗御史,辽东总督李炳为副总指挥兵分三路攻打剑州女真, 同时他传令朝鲜国王,要求他出兵协助明军的这次离亭行动。朝鲜兵先到达讨坪,之后朝鲜国王又命令曹参叛高台币宪服于京师, 朱剑申嘉奖了朝鲜将领于游掌,并赏赐了他们白银和仇短,等被女真掳走的人口送回来后,朝鲜兵才十夜回国。 经过一个月的围剿,在朱剑申的三次离亭行动行动中,剑州女真遭到了毁灭性打击, 明军斩首630余人,俘虏240余人,李满柱,后来剑州女真改称满柱,就是从他的名字而来, 即李满柱的剑州女真部之一,李满柱和他的儿子被朝鲜军队斩伤,另外一个首领董山, 他是剑州又位首领,诺尔哈赤的武士族,以及曾祖父的爷爷,也被明军设计抓获, 在押送途中董山试图逃脱北上,此次行动过后,剑州女真元气大伤,将近过了一百多年才恢复过来, 而朱剑深也不愧有先剑之名,后来灭亡明朝的,正是这剑州女真的后人, 如果他的后人也能有他这样的眼光,那也不会有亡国之痛了, 明军主将赵复在其平一副中描述道,强壮旧路,老之禁服, 若土崩而火灭,由瓦解而冰箫,空其藏而诸其宅, 杜其雪而控其朝,血雨之内,鲁静已知萧条, 这场战争几乎毁灭性的打击了剑州女真,经一个月的脚伤, 剑州女真千人被伤,明军夺回奴隶一千多口, 破绽四五百座,牛,马,家畜等积雪也都荡然无存, 显然,女真部落的损失,是远大于明军的斩首与俘获的, 要不是朱剑深后面心软了,那么女真族可能就真的灭绝了, 成话离听,沉重打击了发展势头强劲的剑州女真, 对女真来说,无以当头一棒,这场战争以后, 剑州女真消停了近百年时间,在历史上, 她谈不上是多大的军事行动,史书对其也没有大书特书, 但如果没有这次战争的话,明朝末年的南局, 可能会提前百年爆发,一场小小的战争, 却深刻的改变了大明百年命运,了解更多趣味历史,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,有任何感兴趣的话题或人物, 可以直接在评论区留言,我们很乐意和你分享。